美国军方高层领导人6月17日表示 基地组织等国际激进组织可能在两年内 从阿富汗对美国本土和美国盟友构成威胁 美国总统拜登决定在9月份之前从阿富汗完全撤军 这引发了人们对该国可能爆发全面内战的担忧 为基地组织提供了重建空间 并计划对美国和其他目标发动新的袭击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莱将军表示 他同意这一时间表并表示目前存在中等风险 这些言论是美国军方和情报界对阿富汗激进组织可能构成的威胁 以及美国从阿富汗完全撤军的风险最明显的担忧迹象 今年1月联合国的一份报告称阿富汗境内有多达500名基地组织武装分子 塔利班与这个伊斯兰极端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 美国已经完成了从阿富汗撤军的一半以上 预计将在9月之前完成 距离基地组织袭击美国引发阿富汗战争已经过去了将近20年 拜登曾经表示美国有能力在不留下军事足迹的情况下 密切关注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卷土重来 但是他的政府仍然在试图谈判在该地区建立基地的协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